麻烟饭 张栋梁 长假日记 竟然有一群体谅自己的歌迷 同时形容 怎么会有一个歌友会 歌手默默地走到旁边看小孩 往天空发呆 歌迷还能互相说 哎 不要去打扰他 看起来不像粉丝跟歌手 反而比较像老夫老妻的相处 我知道自己的性格挺奇怪的 不是太习惯在人群中凸显自己 不知道怎么样替自己表达 喜欢低调 甚至有些害羞 而我的歌迷 总是可以站在一个 让我不尴尬的距离 关心着我 不吵着一定要我做一些什么 对于我的很多决定 能够认同甚至支持 不断地鼓励着我 而我能做的还有什么呢 希望自己能够维持着 他们喜欢的我的正面 也能让自己一直的更好 谢谢支持我的你们 让我总是能够依照自己的任性 继续前进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篇叫老夫老妻 那在书里面是我在讲我跟歌迷的一个状态 我一直相信怎么样的歌手 就会吸引怎么样的歌迷 那其实我的个性 吸引的歌迷呢 其实大部分也是处于比较冷静 不会那种尖叫啊 偶尔啦 偶尔他们还是会尖叫 但是我觉得一般上他们跟我都一直处在一个让我非常舒服的距离 真的想跟他们说谢谢 尤其是这两三年 我比较安静的这段时间 他们还是一直默默地在支持着我 然后期待着我 那这一次的再出现 他们对于我新的因为有风格 对于我想要说的一些新的态度 他们也都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慢慢地消化着 所以 Thank you Thank you 栋梁